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是不是真的假的 怎么样 就是啊 不好意思 你干什么呢你 你干什么呢你 你快点起来 就是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你们继续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不是说在公司 要公事公办了吗 没什么 就是有点想你了 想我的话 那随时来见我就好了 可能是最近有点累了吧 好 好了 你忙吧 不用管我 我忙完了 一起回去吧 嗯 高山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请你不要骗我 只要你说 我就相信 这是高山抽屉里找到的资料 他最近找到的东西很杂 但是这个抽屉里的 大多都跟清润有关 也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是对的 你们还是做的 这事你偷偷哪干 因为实在有太多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释 我非常欣赏高山 但同时他也很危险 凌王 我不希望你受伤 凌王 高山不想看上去这么简单 这些证明不了什么 清润破产以后 老板跳楼身后 他的名字叫高峰 他是跳楼去世的 高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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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张全家服饰在他的抽屉里是发现的 种种迹象都表明 高山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贝小长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知道你心里有个跟我一样的猜测 你只是不想说也不愿意相信 我没有办法确认高山和清润有直接关系 但是换做是我 我也会提前准备好有可能的漏洞 我们不要再胡乱猜测 这些根本就不是实质的证据 有证据 我见过高山的妈妈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她 也许所有的答案 都会迎刃而解 至于想不想解 决定全在你 你